同樣以指之矛攻指之盾 请问蔡英文总统 你还记得你曾经说的话吗 国家机器运作是谁先这样说 韩国瑜抛出问题 时间快转回到八年前 政府自己利用国家的机器 来抹黑在野党 跟其他的政治人物 这个才是最严重的事情 十几年前所讲的话 重新放出来一遍 就对自己蔡英文总统所提的问题 找到了解答的答案 利用国家的机器来抹黑在野党 没有听错当年在辩论台上 喊出国家机器 矛头直向马英九 小英说得脸不红气不喘 如今主客意味轮到自己执政 却是把态度猜到最硬不容置疑 他要求当时执政的马英九总统 有没有随便使用滥用国家机器 有没有责任跟义务出来说明 这是蔡英文总统所提出的问题 国家机器要事宜没有错 但是当事人必须提出合理的说法跟证据 那当年确实是有一些消息 跟甚至有一些报道 而且有具体的这种说法 让我们觉得必须 这个政府必须要说清楚 当年要马政府把话说清楚 如今韩国瑜对中央提出动用国家机器质疑 却被服务院党接连炮轰 蓝基层忍无可忍 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质疑跟怀疑 为什么蔡英文政府你们不出来讲说 你们绝对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反而来质疑说 为什么韩国瑜要质疑你们这个问题 她说得很清楚 在野党有质疑的权利 而超纵有国家机器的执政党 有说明的义务 所以我们呼吁民进党不要双重标准 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论述 每每碰上劲敌韩国瑜 就忘了当年的自己 民进党两套标准说穿了 只是正常发挥而已 记者王志文莫名轩 金门高雄报道